这次闺蜜旅行我们来到嘉义两天一夜吃米食啦 第一站来吃连在地人都推荐的明珠火鸡肉饭 侃侃着满满的鸡肉铺满整个饭 油亮油亮的鸡油沾满每颗饭里 一大口吃进嘴里 厚实口感的鸡肉 越嚼鸡肉香气越是扑鼻而来 真的跟我心中最爱的火鸡肉饭难分熏至啊 第二站来和闺蜜超推的玉香屋 点了排名第一的葡萄油绿茶 喝起来茶香味十足 搭配现拨葡萄油 微酸微甜 入口喉咙为孕为苦 想起了年轻少女初次恋爱失念的滋味 排名第三的冻底柠檬 柠檬酸的很够劲 入口油酸转甜 消暑极辣 必吃林聪明砂锅鱼头 大锅烹调满满一锅 配料有酸菜黑木耳豆腐等 还有一阵块的超厚鱼肉 鱼肉慢炖入口即化 酸菜炖的软辣非常入味 汤头微酸微辣很开胃 这间超对对 意外美到这间新开的果汁店 真的逼点他们家的综合果汁 第一次喝到浓郁又超级清爽口感的果汁 这个果汁真的会让你一直吸个不停 太好喝了 最后来买福一轩蛋卷汤半熟礼 那这趟闺蜜之旅与嘉义迷失分享就到这了 拜拜